周生如故,孽哭了无数人,现代片《一生一世》开始发唐,陈怡夫妇迎来了久违的幸福时光。 这一世周生辰和时怡如愿结为眷侣,弥补了前世的遗憾。 作为周生如故的姊妹片《一生一世》,在细节上做了一定的处理,和周生如故形成前后呼应的关系。 这份跨时空联动达到了先孽后田的效果,反差感十分吸引人。 对比《周生如故》和《一生一世》,不难发现两部剧中有很多细节互相照应,后者更像是前者的续集。 在挖掘细节的过程中,还能意外给剧中隐藏的小彩蛋。 一、时宜去信。 前世女主人公是名门璀是独女璀时宜,出生遍及宠爱于一身。 她从小被送到南辰王府学艺,拜周生辰为师。 相处过程中两个人逐渐产生感情,但始终发乎情耻忽理。 然而幸福的时光并未维持多久。 周生辰因为边关告急,匆匆挂帅出征。 时宜也因为有婚约在身,为了家族的荣誉不得不嫁与太子为妻。 得知心爱之人被刺踢骨之刑,时宜打算以身殉情。 她登上城楼,历世舍弃璀幸,从族谱中除名,从此璀世再无不孝女。 所以在一生一世离女主去掉璀幸,改为时宜。 这个小细节让人有些意外。 二、不喜红色。 前世时宜身着红色月下城楼,香香玉允。 她和周生辰,一个身受踢骨之刑,一个幽居深宫,为心爱之人殉情。 有这样的前提作为参考,自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时宜如此排斥穿红色衣服。 即便店员好意提醒红色衬人,她仍然执意拒绝,理由是颜色太艳了。 或许是触目的红史时宜想起了前世的崩溃与痛苦,今生她再也不想重蹈覆辙。 三、古琴长风。 古琴长风,取自仙秦宋玉的高堂妇。 在《周生如故》第三集里,时宜赞美古琴长风之而波起息,若立山之姑母。 长风是前世周生辰的最爱,她象征着周生辰和时宜共同的美好回忆,见长风如见故人。 同时长风也是现代周生辰的婊子。 今生周生辰和时宜结为眷侣,弥补了前世的遗憾,长风便是他们修成正果的见证。 关于古琴长风的这段渊源,你该到其中的堂点了吗? 四、美人骨。 周生如故里有一个清洁,时宜伸手去触碰周生辰的美人骨,犹豫了一会以后周生辰凑上钱,任由时宜触摸自己的美人骨。 原著里有这样一段描写,我想,我应该是用一身美人骨,换你的清国清城,换你能记得我,换你能开口,叫我的名字。 这段话是对陈怡夫妇最真实的写照,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,爱都有回应。 周生辰和时宜的故事依然未完待续。 五、十年。 在《周生如故》里,时宜是名门璀世之女,十六岁时便拜周生辰为师,因为前面已有十个徒弟,周生辰便决定称呼时宜为时宜。 师徒二人亲密无间,相处中互生爱慕之意,却发乎情指乎理,谁都没有挑命。 后来两个人双双隐命,结局以悲情告终。 而在千年之后的现代,周生辰和时宜分别化身化学教授和顶尖配音员。 时宜在26岁的时候遇见了周生辰,独属于陈怡夫妇的小浪漫有没有戳中你呢? 六、擦头发。 前世周生辰在时宜临完语后,贴心为他擦脸。 这一举动被旁边人批评,先把头发擦干,头发湿一叶,会生病的。 周生辰这才反应过来,由擦脸改为擦头发。 一生一世里周生辰总算开窍,会提醒时宜吹干头发,说着就自己动手为时宜擦头发。 相对古代版而言,现代偏甜蜜升级,更加暖心,从细节里不难看出剧组的用心。 无论是周生如故,还是一生一世,都能从中看到陈怡夫妇的撒糖日常。 纵然跨越时空,周生辰对时宜的浓烈爱意却分毫不减,前世无法弥补的遗憾。 在今生都如愿以偿。 两部剧能对原著小说高度还原,这与两位主演的演技密切相关。 任嘉伦和白露分别将周生辰和时宜演绎的入幕三分, 和原著小说有很高的匹配度,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原著人物的形象。 跨时空爱恋本身是一种新颖题材,周生如故,和一生一世,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再度调整,在剧中融入更多巧思,使剧情内容更为充实,自然。 另外,先念后田的发展节奏更容易吸引观众,经历两世的陈怡夫妇会为观众呈现更多亮点。 两部剧前后细节摇摇呼应,这正是吸粉的魅力所在。